没有林静温 我爸就不会搞爷孙恋 就会是一位受人尊重的音乐人 这是李昆成儿子接受采访时 说的话 作为当事人 不知道林静温听到这些是否会感到扎心 自己十年青春 众叛亲离 最后不仅一地鸡毛 还要为爷孙恋背锅 真是太讽刺了 与李昆成护许终身的那一年 林静温才17岁 他是个从小就缺乏关爱的孩子 父亲酗酒 家暴 母亲不堪忍受 两个人最终奋道扬镳 原本他是跟着母亲生活的 可父亲不准 于是独幼儿园时 他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五六岁的孩子 难免会想妈妈 可每当他透露出这样的想法 换来的都是父亲的打妈 久而久之 林静温变得无比叛逆 与父亲关系淡泊疏远 突然有一天 林傅意识到不能继续这样下去 想修复父女感情 于是做了一个后悔终身的决定 他请来了好友李昆成 教女儿弹钢琴 希望其能在教授音乐知识的同时 开导一下女儿 结果没想到 羊入虎口 平凡的接触中 李昆成和林静温互生好感 竟然恋爱了 对于这段恋情 林傅坚决反对 他多次打骂林静温 希望其能回头 也曾与李昆成对不公堂 可所有的一切都是徒劳 林静温像着了魔一样 认准了李昆成 一次 两次 三次 林傅对这个女儿失望至极 扬言不再认他 没有了父亲的阻拦 林静温的形式更加大胆 他不但与李昆成 你弄我弄 两个人还一起上节目 公开秀温爱 女儿变成这样 母亲也很自责 多次试图劝说林静温 可都以失败告终 奶奶和外婆也苦口婆心 希望林静温能够回头 可自认为遇见真爱的林静温 根本不为所动 反而感觉他们多事 就这样 林静温不惜与家人决恋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李昆成 由于两个人年纪相差悬殊 他们的恋情引发了很多争议 再加上 李昆成不仅有过婚事 还在感情上犯过错误 很多人认为林静温所托非人 外界的讨论 以及李昆成的过往 并没有劝退林静温 反而坚定了他与其相守的决心 两个人在一起时 林静温还未成年 而李昆成也没有工作 好在他早年收藏了很多的黑胶唱片 这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 幸福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林静温与李昆成在一起快乐与否 外人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还是蛮叫人意外的 那就是他们竟然相守了十年 而且他们十年后分开 也并非是因为分手 而是因为生死 李昆成患病去世 被世人称之为爷孙恋的爱情 彻底终结 而在李昆成自身患大长来医治无效离世后 比他小19岁的老婆林静温 就逐渐淡出大众事业 然而近日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中发文 斥责林静温在其工作的酒店内出现脱续行为 因此近状被曝光 一时间引发外界热议 据台媒报道 该网友在某网站上发表一篇求助帖 称遭林静温骚扰不知该怎么办 并爆料他在入住酒店时种种烈心 报道指出林静温当天在入住酒店三小时后 就出现怪异行为 他不仅与无伦次 就连精神看起来也相当恍惚 酒店内的主管见状后 立刻拨打电话询问隔壁店家 因刚才看到林静温从那里走出来 隔壁店工作人员表示 林静温在自己店内破坏电视 所以拒绝让其入住 林静温到达网友工作的酒店后 还警告对方要小心他 酒店主管得知内幕后 就立刻退前要求林静温离开 然而林静温非但没走 反而在酒店大厅内逗留 一下说饭店里的话是他的 摆设橡棋是他的 墙上装饰的文字也是他的等 一下又说 请工作人员帮他叫出租车 但拒绝乘坐 并且还拔掉装饰在酒店大厅里的温度计 良言让工作人员报警 酒店报警后 林静温被警方带走 然而不到一个小时 林静温再次来到酒店 并做出随地吐痰及诡异笑容的举动 这让大夜班的工作人员再次报警处理 而面对酒店员工的指控 媒体也在第一时间致电林静温本人进行求证 但遭到对方拒绝回音 从酒店员工的爆料来看 当下的林静温疑似精神失常 举止怪异令人无比费解 众所周知 林静温在和李昆城相恋时 二人的感情十分稳定 彼此相爱愿携手共进 可当李昆城因大肠癌离时后 他就变得和印象中有所不同了 据李昆城的儿子透露 林静温并非外人所见那般娇嚣可人 私下生活混乱且特别挨菜 当父亲生病住院治疗时 林静温非但不愿拿钱出来给李昆城治病 反而还将其名下的车子卖掉 以及将他银行卡里的钱全部取出 另外林静温也不去医院照顾李昆城 重担全部落在李昆城的妹妹身上 平时他就在霸占的老宅中喝酒完了 生活相当颓废 之后林静温在继承老宅后就火速卖掉 并拿着钱财肆意挥霍 把酒店当家整日住在里面 可是自从卖掉房子之后 林静温就失踪了 再也没有出现在大众面前 就在大家担心的时候 媒体突然爆料称 林静温疑似毒发身亡 死在了酒店后面的小巷子里面 至于是自杀还是他杀 目前还不是清楚 该消息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 很多网友表示不相信 林静温才26岁 怎么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呢 自从媒体爆料之后 网上关于林静温的猜测很多 但很多的人还是不相信他离开了 纷纷喊话 让他赶紧出来 在大家的呼喊声中 林静温没有出来 他的妻子却出来了 他突然上电视 控诉林静温的七大罪状 引发网友的激烈讨论 林静温妻子称 林静温和父亲李昆成是假结婚 目的是为了争夺遗产 为了不让自己拿到遗产 他还伪造了文书 霸占父亲的老宅 掏空了存款 父亲去世后不缴纳房贷 整天酗酒 还欺负李昆成 精神状态很不稳定 随时会爆发 在李昆成海葬 当天消失 不见人影 入住五星级酒店 可能真的是新存怨恨太久 妻子每一条都写得清清楚楚 就连林静温入住五星级酒店 妻子都觉得他错了 不得不说 两个人之间真的水火不容了 在林静温妻子控诉完之后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 活该 当初林静温选择嫁给大四十岁的老头 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因为投钱的不止你一个 还有人家子女 不过尽管李昆成儿子表现的一份填膺 却无法掩盖想要争夺财产的事实 据悉 李昆成留下了六万张黑胶唱片 以及音乐百岁 粗略估计价值在两千万左右 说什么父子情深 在利益面前都是浮云 而李昆成的儿子 之所以敢明目张胆 肆无忌惮 主要还是因为李昆成在世时 没有做好财产分配 他口口声声说爱林静温 可却从未为他做过打算 十年中 他将林静温禁锢在自己的世界 美其名曰是因为爱 实际上是隔绝了林静温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他从未想过 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在了 林静温该怎么办 处事知道生存能力 这些他都没有教过他 争夺财产这件事 看似问题出现在李昆成儿子身上 可根源却在李昆成 他若真的爱林静温 就应该早做打算 为他谋划好一切 而不是撒手人环留下他一个人面对所有 不记得从哪里看过一个故事 说一对恋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在一起 分开之时 男人将祖传的手镯给了女人 他说有了这个手镯 即使自己离开 女人也能安稳度过余生 就算不能与你相守 也要把你的下半辈子想好 这才是真呆 可叹林静温终究是错付了 李昆成用十年的时间 将他养成了一个废人 如今的他既没有赚钱养活自己的本事 也没有应对人生变故的能力 一个27岁的女孩 在丈夫去时候没有亲人的陪伴 没有朋友的关爱 每天酗酒 打电动 想想该是怎样的画面 那个他曾经深爱的男人 不仅占据了他最美好的青春 还可能毁了他未来的人生 6日 台媒突然爆出了林静温身上剩200元 也要买酒的消息 原来林静温6日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元起 我在人群中看见你 圆面 我在人群中看见你为题的影片 表示 我又忘记了 需要找一个小编了吗 而这句话 是来自红衣法师的金句 随后 他又在社交平台再度发声 今天只有200 还是得点一瓶XX啤酒 本来想写的 又忘了 文周周的让人受不了吧 林静温发声后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担心他的状态 也有网友认为他需要去和家人沟通破局 看家人能否真正帮助他 前段时间台媒爆料 直里昆城收藏的6万张黑胶唱片 价值5000万台币 每个月还可以收到数万的版税收入 遗产整体于2000万人民币 李卓轩表示房子已经过户 只要林静温好好表现可以给他 其他东西要和林静温一人一半 自己会将拿到遗产全部捐出去给福利院孩子 但被林静温拒绝 林静温否认了控诉 李卓轩直接给台媒林静温的录音 里面有林静温对李卓轩把李昆城部分骨灰放在家里的不满 以及承认自己酗酒且无法戒烟的事实 但对于李卓轩质疑科药仪式 没回应 后来就李昆城遗产仪式 双方达成共识 林静温获得台中房产完全所有权 扣掉贷款还有近千万的获利空间 而李卓轩自己则得到福庆著作权 其所有收藏 当时遗产和解后 就有网友质疑此举是在坑林静温 因为房子林静温早已低价转卖 之后去旅行散心 以他无工作状态 未来堪忧 李卓轩则上节目 透露李昆城与林静温感情早出了问题 但因为林静温与家人断绝关系 无处可去 才不忍分手 而网友的担忧也在最近成真 就在上个月月底 就有疑似酒店的人爆料 林静温在酒店居住期间 疑似精神脱绪 砸毁酒店电视赔偿两万块后被轰出 去了另一家酒店 也因为精神状态不好 遭惧大闹 直接闹上了警局 这个月月初 就有网友发现林静温面容憔悴 落魄无神地坐在ATM机处 开设者问他现在有没有地方居住 他眼神迷离地摇头回答没有 事情出来后 李卓轩直接更换社交平台大头贴 写下一笑置之四字 疑似回应此事 在记者穷追猛打下 李卓轩直接用 没什么看法 我跟他没有关系了 回应 现在林静温透露 自己只剩下200块 却还想着买酒 不知道他现在居住何地 李昆诚已经病逝 希望他早日振作 能不能够 没什么看法 我真的一定要 我又去 他是